牛肉行不行?全看这一下 酱牛肉啊,随家都会做 要做的好吃有嚼劲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徐大叔教您家庭版酱牛肉 保证谁都能学会 做酱牛肉啊,最好选牛腱子 这样吃起来肉质紧实,有嚼劲 做之前啊,咱们给腱子来上一刀 有一步非常关键 就是反复的清洗,把血水洗净 接下来最关键一步来了 做酱汁 加入少许的水 加入色拉油 今天选的是油水混合草 选的是冰糖 冰糖出来的颜色啊,更加透亮 咱顺顺顺往下搅拌 大泡变小泡了已经 小泡没有泡,这时候已经出湿了 一点一点的变黄 这时候啊,咱旁边准备的什么呢 开水 切记啊,这开水一定要开水 因为凉水啊,容易崩起来 这糖色呢,咱取的是嫩糖色 所以呢,别炒太老了 顺着锅边往里浇开水 非常漂亮的糖色就好了,你看看 到处来放旁边备用 我吃过葵啊,那个学活的时候师傅也没教 放凉水,一家崩崩口 那时候脸皮也厚,崩完这么没事 起锅烧油 小火慢慢煸 香料非常简单 大料桂皮 红纸籽下颜色 小茴香叶 小火煸香 加入这个葱姜蒜 干葱 下入黄豆酱 加入开水 加入嫩嫩的糖色 这个是颜色的最关键 加入生抽 老抽 加入盐 适当的多点一点 好,卤糖烧开 放入这个洗好的牛腱子 这时候呢,放点料酒 料酒就可以用高度的白酒代替 大火烧开之后呢 放小火 给烧至两个半小时 完了之后再闷个半小时 这个牛腱子火候最好 现在特地比较发达啊 家里的电压力锅 直接压一小时 闷20分钟就好了 咱们今天火口比较急 让压力锅压吧 咱们这边儿 咱们加热 咱们这边儿 möchten剪出来 咱们这是 啣 咱们这边儿